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评定天下节目 今天的焦点是两个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 英镑因美国降息的可能性而大幅上涨 达到一年来的新高 这对美元造成了压力 让投资者不禁思考未来的金融市场走向 而普华涌道因恒大集团的审计失误 面临中国当局前所未有的业务禁令和罚款 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其在中国的业务 更引发了对全球会计行业的关注 此外 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也发出警告 美国面临着多重威胁的升高 无论是国内外的恐怖活动 还是网络安全问题 执法机构正面临艰难的挑战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影响了经济 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安全与信任的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早晨好 欢迎加入我们的商业与全球经济滚动报道 近期英镑因美国降息预期而达到一年来的新高 成为金融市场的焦点 昨晚美联储公布的7月会议 既要显示 大多数决策者认为 如果经济数据符合预期 9月降息是合适的选择 这一消息让美元走弱 英镑对美元汇率攀升至1.31美元 创下自2023年7月以来的最高点 这一汇率变动的背后 有着国内外经济数据的支撑 美国最近公布的新增就业数据修正表明 实际创造的就业机会 比之前预期少了81.8万个 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放缓的担忧 根据市场预测 美联储在9月降息的可能性为66% 其中1⁴降息的可能性较大 而半点降息的可能性为34% 交易员还预计 到年底美国利率将下降一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美联储在今年 剩下的三次会议中 可能会有一次半点的降息 瑞士银行的高级分析师 APEC Oskar Diskyer表示 除非经济和金融问题更加严重 否则不会出现大幅降息 目前市场对100个基点降息的预期 对美元和股市来说是不合适的 因为经济问题从来不是盈利的好兆头 今天 央行行长们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 举行备受关注的经济研讨会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 将在明天发表讲话 预计他将提供一些 关于美联储未来几个月可能行动的指导 在这一系列经济变动中 英国招聘公司 HEIS因全球招聘放缓 面临利润大幅下降的挑战 该公司税前利润 在截至6月30日的财年中减半 从1.921亿英镑降至9470万英镑 随着公司削减招聘永久员工 和临时工 HEIS的费用收入下降了12% 首席执行官Dirk Hahn表示 公司在FY24年中 看到市场条件越来越具挑战性 信心水平低 招聘时间比正常情况长 导致盈利能力受到显著影响 包括在其三大市场 德国、澳大利亚和英国 今年 HEIS削减了包括15%员工在内的成本 该公司对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 认为短期内条件仍具挑战性 但符合预期 另一方面 在中国 普华永道因涉及恒大集团审计失职 面临着创纪录的7000万美元罚款 和6个月的业务禁令 这个禁令将使普华永道在中国的业务活动 受到严重影响 据南华早报报道 这一禁令将禁止普华永道中国分公司 接收新客户 和签署中国内地公司的账目 预计罚款高达5亿元人民币 约7000万美元 这一罚款和禁令被认为是中国财政部 对全球会计师事务所施加的最严厉处罚 普华永道中国分公司 已经通知其客户这一即将到来的处罚 并表示将继续为现有客户提供服务 并在禁令解除后 重新签署审计报告 普华永道的境况并非孤立 其他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德勤 在2023年也因类似原因 被罚款2.12亿元人民币 并被暂停三个月 接收新业务 而普华永道中国分公司 则将在2025年2月之前 不得接收新客户 并且不能为其现有客户 签署财务报表 或新上市报告的审计报告 这一禁令不适用于其税务和咨询服务 该公司的约1万名员工 将在暂停期间 继续为现有客户进行审计 值得注意的是 普华永道中国分公司 在今年1月因审计相关分歧 辞去恒大的审计师职务 曾为恒大服务超过10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在3月表示 恒大的主要内地单位 恒大地产 在倒闭前的几年中 虚报了5640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 并虚报了920亿元人民币的利润 香港高等法院 在1月命令该开发商清算 因为一些债权人 失去了耐心 恒大此前已经违约了 约200亿美元的美元计价债券 并在多年来 累积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总负债 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在一次独家采访中表示 美国正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升高威胁 执法机构正在艰难应对 他说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很难想象 有哪个时期会有这么多 不同种类的威胁 同时升高 雷的言论正值 FBI面对国内外恐怖主义 中国间谍活动 和知识产权盗窃 以及外国选举干预等 升高的关注之际 他在布鲁克林中心的 FBI办事处表示 我担心这抹多威胁同时升高 再加上执法人员面临的挑战 FBI还在应对 与美国南部边境相关的安全问题 官员在6月透露 8名来自塔吉克斯坦的 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嫌疑人被捕 并因移民违规被拘留 官员们还在应对 外国选举干预的威胁 FBI和其他联邦机构在周一宣布 伊朗负责针对特朗普竞选活动的黑客攻击 并试图入侵拜登 哈里斯竞选活动 这是官员们所描述的干预美国政治的厚颜无耻 且激进地努力的一部分 雷强调 FBI需要与私营部门密切合作 来应对这些威胁 他表示 我们每天都在加倍努力的是合作 因为最终你需要能够连接点点滴滴 无论是针对某种选举影响威胁 还是其他威胁 雷指出 执法人员在执勤中被杀的频率 大约是每五天一次 仅在2024年 明尼苏达州就有四名第一反应者丧生 他们包括一名在五月试图帮助他人的 明尼阿波利斯警官 以及两名警官 和一名在二月被一名重装男子开火打死的急救人员 这种暴力 每次都让我心碎 雷说 FBI也未能幸免于此类攻击 在特工搜查唐纳德 特朗普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庄园马阿拉哥 已回收机密文件的几天后 一名在社交媒体上呼吁 当场杀死联邦特工的枪手 在试图进入FBI辛辛纳提办事处后的枪战中丧生 雷表示 FBI一直在努力加强 与州和地方执法机构的传统合作关系 同时也在与商业和学术界建立其他合作关系 以帮助应对网络安全或知识产权的威胁 他说 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办事处 当局正在与学校资源官员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合作 帮助有风险的青少年 希望能预防未来的威胁 雷补充说 与行业合作对于保护创新和人工智能 免受外国威胁至关重要 在许多方面 人工智能是对抗坏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最有效工具 他说 所以我们需要与行业密切合作 确保美国的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保护美国人民 免受来自另一方的人工智能威胁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些重大新闻事件 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和分析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朋友们 美国降息的可能性让英镑达到一年来的新高 这简直是喜从天降啊 看看这个数字 1.31美元 真是令人振奋 这不仅仅是金融市场的波动 这更是我们对未来经济稳定的信心 想想看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即将在杰克逊霍尔发表讲话 指导我们未来的经济政策 这种透明度和预测能力让市场信心十足 经济数据显示 降息是正确的选择 这对于股市和经济增长都是一个利好消息 当然 我们还是要谨慎对待 毕竟经济问题从来不是盈利的好兆头 但在这个时间点 稳定的政策和降息预期无疑是我们需要的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英镑上涨简直是天降奇迹了 不过 我忍不住想说 这只不过是另一场市场情绪的波动罢了 英镑上涨1.31美元 别被这个数字迷惑了 这背后可是美国经济放缓的阴影 新增就业数据修正下调81.8万个 这可不是小数目 美联储的降息预期让美元走弱 但这种短期的市场反应能持续多久呢 我敢打赌 不久之后市场又会因为其他消息而波动不定 再说了中国对普华永道的禁令 这才是真正的震撼谈 六个月的禁令 7000万美元的罚款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会让市场信心受挫 这种不确定性财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谢琪琪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市场确实是情绪化的 但这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对积极信号的关注 看看美国的历史 美联储的降息政策每次都能稳定金融市场 这次也不会例外 再说了 普华永道的事情确实令人担忧 但中国市场一直以来都不是那么透明的 这次的禁令更像是政府在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 而不是对整个经济的致命打击 美联储降息是基于数据和经济预测的理性决策 而不是突发情绪 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这些理性决策背后的逻辑 而不是被一时的市场波动牵着鼻子走 楚天书 你这么说到有些道理 但美联储的降息政策真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让我们回顾一下2008年的金融危机 美联储的降息政策被广泛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催化剂 降息的确能在短期内提振市场信心 但长期来看它也可能助长资产泡沫 再看看普华永道的情况 这可是中国对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最大打击 这一径另不仅影响普华永道的业务 也会让其他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操作更加谨慎 更何况 美国现在面临的不是单一威胁 而是多重威胁的叠加 像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所说的 从恐怖主义到间谍活动 再到网络安全 美国的问题可大了去了 降息能帮上什么忙 谢琪琪 你说的也没错 降息不是万能要 但它确实是一种有效的缓解措施 2008年的金融危机确实让我们记忆犹新 但那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次贷危机 而不是单纯的降息 降息是为了让市场流动性更充裕 以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 再说了 美国FBI局长提到的多重威胁确实存在 但这些问题并不是降息能解决的 而是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治理 降息只是美国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一种手段 而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丹 至于普华永道 中国的打击确实严重 但这也反映了中国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监管 这对于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企业来说是一个警示 但并不代表这个市场没有机会 毕竟市场的波动和不确定性一直存在 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分析和应对 而不是一味的悲观 楚天书 你这种乐观态度真是让人佩服 不过我们还是要现实一点 降息确实能为市场注入短期的流动性 但长期来看 它能不能真正解决经济问题还是各大问号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不只是次贷问题 还有市场过度借贷和风险管理失误 FBI局长提到的多重威胁 不管是恐怖主义还是间谍活动 这些问题可不是降息能解决的 再看看普华永道的情况 这可是中国对外资的最大惩罚之一 这对于其他外资企业来说是一个警钟 让他们重新考虑在中国的投资和业务布局 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才是真正的挑战 我们不能只看到一时的市场反应 而忽视长期的经济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 JSON format verified with correct corrections JSON data have been properly validated with the correct corrections AI verified JSON data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 come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